再來是我們華視的獨家消息 雙北市的快篩站 天天湧進了大量人潮 搶快篩的名額 沒有搶到只能等這個隔天再去排隊 結果民眾出現了一次症狀 但隔了四天都沒有快篩的機會 我們華視就獨家訪問到 一位黃姓的民眾一家人 和一二零三的足跡重疊 但連續四天去找快篩站 不是沒有名額 就是突然被取消 甚至後來他的妻子有發燒和咳嗽 掛了急診 醫師都說他有呼吸道感染的症狀 達到可以快篩的標準 但醫師卻突然說 你不是萬華人不可以快篩 被前一家醫院退掛號 黃先生拍到畫面 是跟妻子還在另外一家醫院 等著篩檢 排隊三個多小時 算快了 因為要能進行快篩 他們已經足足等了四天 有看到說有去蕎虎音樂會 從禮拜五開始 我們就先去離我們最近的 西元醫院要做快篩 那四點左右去 他就說今天名額已經用完 歡樂進場後拍的照片 就在十三號指揮中心 公佈了案一二零三的主機後 黃先生再拿出原本的門票比對 節目名稱 蕎虎奇幻音樂世界 地點國父母紀念館 時間五月八號十點半 同一場 黃先生五月十四號衝去快篩 名額已滿 接下來兩天也全都沒機會 更怕對其他人有影響 每一句話都是無奈 政府呼籲沒有症狀的人 暫緩裁檢 要留給像他們這樣的一群人 華視新聞蔡呂黃昭聖 台北報導